嗨,大家好,我是阿美美 之前有為各位介紹我家的紅球漿 就是說把它採收起來 那其中有一些比較嫩的 比較新的那個漿 我想再把它繼續種下去 因為不種的話,怕它到時候會壞掉 那我先暫時找個地方把它種好來 有機會的話,如果說回南部的話 再帶一些回去種 那我現在就來種 這邊我有準備兩個花盆 我想就暫時種在這邊 那先把一些土挖起來 比較好弄 好多秋葉 因為之後還要回南部種嘛 還要挖住啦 所以也不要種太深 對 所以讓它發芽的話 到時候帶一些回去種 這邊沒地 這只是零食 就是說種在這邊 那實際上我還是希望帶回南部種 好,我先把它種下去 好,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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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大概这样就好了 我们再把土 附上去 就再次这样 然后另外一盆也继续弄 好 把土 放上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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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就把它做好了 好 把这些 红球姜都种好了 那主要还是要带回南部去啦 那就是暂时让 让它在这边生长 因为场地也不太够 所以也种的有点挤 没关系 等它大一点的时候 我再带回南部去种 那以上就是我为各位介绍 种植红球姜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 拜拜